攻略裴景深八年,他爱的仍是我黄姐 我也没客气,转头找了八个替身 裴景深无动于衷,直到我最爱的那个替身死了 我立刻向系统申请脱离这个世界 裴景深发了疯,他红着眼问我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替身殉情 我笑了,到底谁是替身,你知道今日还没明白吗? 这是裴景深第三次在我生病的时候丢下我,去陪我姐姐 身边的宫女都在替我生气 他们说,娘娘病成这个样子,婉贵妃喊句头疼,就能把皇上请走 陪了皇上八年的人明明是娘娘,娘娘咳血的病还是因为皇上才落下的 我心里很平静,一边又咳出一口血,一边把系统召唤了出来 我深情脱离这个世界 系统冰冷的电子音出现了一丝波动 宿主,你确定吗? 你的攻略任务并没有失败,虽然现在局面不利于你 但只要你争一争,仍然有胜利的可能 我的攻略任务,是成为裴景深的皇后 虽然现在,宫中人言如吠,都说裴景深要吠了我,立他的白月光为后 但至少直到此刻,皇后的凤印仍然是我拿着 系统不明白,为何我要提前放弃 我笑了笑,望向窗外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我留恋的东西了 系统没有办法违背我的意愿 他为我申请了脱离 宿主,脱离程序的确认需要30天 30天后,您在这个世界的身体将彻底湮灭 而在这30天内,您仍然有反悔的权力 我没想到,脱离也有冷静期 不过也好,30天的时间大概来得及让我看到今年赛北的第一场雪 那是我和一个少年之间的约定 而我在一天前,刚刚得知了他的死讯 傍晚的时候,我看到了裴景深和陆婉华 他们并肩走在御花园里 后非是不能和皇帝并行的 就像我永远只能跟在裴景深身后,维持着半步的距离 但陆婉华,他就那样招然地走在裴景深的身侧 笑语嫣然地冲裴景深说着什么 而素来以冷漠狠力闻名的裴景深,并没有伸持他半句 而是看着他,眼角和唇角都有温柔的弧度 他们转头,一起看到了我 两个人的笑容一起消失了 片刻的尴尬后,陆婉华先开口了 他用帕子掩住嘴,笑得戏血 听说皇后娘娘昨夜咳血了 宫人在我门口闹了好大一通 请皇上过去,可我如今瞧着,娘娘气色也不错 还是说,皇后娘娘其实没病 只是看见我每次病了,皇上都立刻心急地来陪着 所以为了争宠,也装起病来了 陆婉华的神色是得意的 因为人人都知道,东施孝平毫无用处 裴景深并没有来看我 往日里,我很少正面与陆婉华起冲突 工人们都说我怕他 但此刻,我笑了笑,上前亲自给了他一耳光 陆婉华被我打懵了 病发散乱,朱差掉落 他从没有出过这样的丑 陆婉华扑了上来,要撕扯我 陆盈华,你竟敢 我反手,再次给了他一个耳光 小时候,他也是这样打我的 如今,眼看我就要死了 总算可以还给他 然而,有人拦在了我身前 是裴景深 他护着陆婉华,黑潭式的眼睛沉沉望向我 他说,皇后,你在干什么? 我笑了 皇上也知道,臣妾是皇后 妃嫔以下犯上,恶意重伤,我打不得吗? 裴景深看着我,眸色暗沉 他冰冷道,皇后,你真是变了 说完,他抱起物业委屈的陆婉华,转身离去 原本,对于裴景深到底是更爱我 还是更爱陆婉华 宫中人们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下的 如今,答案是彻底分明了 于是,我的凤与宫变成了冷宫 除了几个贴身的老宫人,其余人都避之不及 寝殿内,谨剩的宫女围着我 心疼地给我的手涂药 婉贵妃那样挑衅娘娘 娘娘要长嘴也是应该的 只是叫奴婢们带您出手就可以了 您是千金之躯,怎么能自己动手呢? 他们没说出的话是,一个皇后,自己出手 不但面子上不好看,更是失去了裴景深的心 我懒洋洋的笑,没有告诉他们 若是宫女替我出手长嘴 那一路挽华的性子,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宫女 我要是活着,还能护得住他们 但现在我就要死了 把我的装帘匣子拿出来 所有值钱的首饰换成银票 让这几个工人分一分 然后就送他们出宫 我还没安顿好,外面就传来了通报声 皇上驾到 裴景深来了 他穿着悬色长袍,眉眼冷立 落座后,遣散了其他人 这大殿中只剩下我和他 他冷淡道,你知错了吗? 我的笑容带着敷衍,臣妾不知 他的眉宇间蕴色愈浓 是不是朕太纵容你了 让你成了如今这副样子 我说过,皇后之位是你的 婉华只会是贵妃,不会威胁到你的位置 你为什么还是硬要刁难她 当众长嘴对妃嫔来说是何等羞辱 你让她今后如何在宫中立足 他常常一叹 你这个皇后,当得真叫朕失望 裴景深以为,说出这句话后 我总会惶恐的 但我只是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然后回身取来凤印和宝册 那是封后大典时,裴景深亲手交给我的 我跪下,乘过头顶 夫妻三年,深目皇恩 居于后卫,愧不敢当 如今,妾身将奉印与宝册还于皇上 请皇上封姐姐为后吧 我以为,裴景深会松一口气的 毕竟陆婉华已经闹了那么多次 而朝臣们也纷纷见言 陆婉华乃是南唐皇帝与皇后的嫡女 陆盈华只是宫女所处 嫡姐为庶妹当妾,与规矩大有不合 如今我主动让位,对大家都好 但裴景深的脸色,却比刚刚更加难看 良久,她冷笑起来 迎华,你是发现装病没用 所以改了个新的闹法 裴景深根本不信我会放弃皇后之位 她觉得,这是我的招数 就像昨夜,工人们在雨夜去敲宫门 大喊着皇后娘娘晕倒了 是我东施孝嫔,在学陆婉华装病 而现在,我拿出凤印宝册 说着自己不当皇后了 是看她太宠爱陆婉华,于是赌气胡闹 迎华,没有人比朕更了解你 裴景深淡淡道 朕知道,你此生最看重正气之位 这凤印就和你的命一样重要 自然是 曾经的我哭过,闹过,跪在地上求过 当初陆婉华在我的丰厚大典时 闹过自尽,裴景深差一点点就抛下 我去找她 是我跪在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扣头 流着泪求她 求皇上不要丢下臣妾 我卑微的不成样子,否则臣妾会死的 可现在不一样了 露出一个淡然的笑 我看着裴景深,皇上的确很了解我 可是,现在臣妾是真的不想当皇后了 因为臣妾 就要死了 话音刚落,我看到裴景深的脸上突然血色尽湿 窗外突然响起了闷雷 大雨倾盆而下 裴景深的脸色很快恢复了正常 快到让我怀疑,刚刚那一瞬的苍白只是我的错觉 她用调侃的语气道 行啊,迎华,我以为市井妇人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没想到你归为皇后,连最后一招都用上了 她笑着望向我,说说,你是为何要死啊 我盯着裴景深 雨水拍打窗帘,天地一片昏暗 那一瞬我突然玩味地想,不如就让她知道吧 于是我轻声道,因为我要给梦兰训情 裴景深脸上的笑语突然僵住了 她很想继续扯动嘴角,露出不屑的神情 但却没能做到 外面的太监听到内殿传来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是裴景深把茶盏砸在了地上 陆盈华,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大雨倾盆 曾经我遇上裴景深时,也是这样大的雨 那时候,我是赵国七公主 说是公主,但因为我那早逝的生母只是个出身卑微的宫女 所以王室中,一直没人拿我当回事 祈福大典时,所有公主都分到了伏饼 只有我被忘了 我饿得肚子咕咕叫,四下礼求助 然而宫女太监们忙碌,没有人搭理我 那时候,是裴景深发现了我 他把他的干粮袋子扔给我 语气冷漠而别扭,别哭了,给你吃 那时候的裴景深,眉眼伶俐俊俑,周身有股说不出的贵气 我起初以为他是哪个世家的小公子,后来才知道,他是秦国的质子 在我三姐姐陆婉华府上当马奴 陆婉华对裴景深很不好 他用鞭子将他打得伤痕累累,罚他在冬日滴水成冰的院子里干活 是我护下了裴景深 他生病的时候,我请明医给他治病,割破手腕给他为写作药引 父亲要杀各国质子,我在宫外跪了一天一夜为他求情 到最后昏迷了口中仍然在喃喃,父王要杀他,那就连我一起 裴景深问我,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 我说,因为我欢喜你啊 我没有说谎 那时候我的攻略系统并没有觉醒 所做的一切,皆是出于我的真心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裴景深这样冷的人也是会落泪的 他抱住我,眼泪掉进我的井窝里,灼热滚烫 爱莹,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成为秦国的王后 裴景深没有食言 没人能想到,这个最受父亲厌弃的小儿子 会再回到秦国后,在惨烈的夺敌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登基后,裴景深花了三年,平为灭寒,争处公吾 转眼之间,昔日的马奴,成了人人胆寒的霸主 而他成为天下公主的第一件事,就是车架千余 惊奇万里,以最浩大的排场,求取赵国七公主陆盈华 我的系统就是在那时觉醒的 他告诉我,我的任务是成为裴景深的皇后 那时我觉得,没有比这再简单的攻略任务了 直到裴景深在迎娶我后,对着赵国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他要赵王嫡女,三公主陆婉华作妾 这是侮辱,陆婉华是嫡姐,她曾多次在宫中欺误我 说我连做她的洗脚臂都不配 如今却要我为妻,她为妾,我成了她的主子 人人都说,裴景深是因为爱我,所以在为我报仇 可我很快意识到,并不是 裴景深带我的确比带陆婉华好很多 她给我最精美的吃食,最华贵的衣料 而陆婉华住在最偏最冷的院子里 连宫女太监都敢欺负她 可我们大婚那日,传来了陆婉华晕倒的消息 裴景深丢下了凤冠侠配的我,她冲进陆婉华的院子 把陆婉华抱到了自己的寝殿 整个太医院的太医全都被叫去了 那些欺负过陆婉华的宫女与太监全都在一夜间被处死 我赶到寝殿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声音 陆婉华在啜泣,她说 你这么恨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了 裴景深语调冷漠 当年的债没有算清楚,怎么能让你就这么死了 陆婉华说 早知今日,我当初就该打得再狠一点 把你打死,这样也不至于如今被这样羞辱 可是裴景深,你知道吗 我舍不得 我打你,想着法子折磨你,是因为我害怕 室内沉默良久,裴景深问 怕什么 陆婉华终于哭出声来 怕我爱上你 赵王氏的三公主,爱上一个质子,我害怕 倘若父王母后知道我对你动情 他们不会罚我,只会杀了你 裴景深,我做梦都在害怕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连呛咳 裴景深终于克制不住 她将她揽到怀中,低声问 现在还怕吗 她不再是质子,而是天下霸主 她配得上她了 陆婉华破涕微笑 她柔声道,还是怕的 怕皇上力气太大 随后是交呼,闷哼,与急促的呼吸 后面的声音我没有再听 我离开了寝殿 那一夜宫花被大雨浇透,一地狼狈的红 此刻,窗外下着同样的大雨 窗内,裴景深死死盯着我 刚刚打破的茶盏割破了她的手 血一滴滴流下来,掉在织紧的毯子上 太监闻生赶进来,被她一脚踢出去 她走到我面前,手指掐住我的脖子,不断收紧 裴景深垂眸看着我,呼吸急促,手指冰冷 你再说一遍 我要为孟兰殉情 我抬眼直视裴景深,重复 我与孟兰,两情相悦,死生气阔 她已生死,我不独活 我连臣妾都懒得自称了 裴景深盯着我,咫齿的距离 我看到她咬牙切齿 陆盈华,你真是叫震探服 当初你找了八个替身来刺激震,震波澜不惊 所以你现在为了让震吃醋 连为替身殉情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她还是当我在赌气 之前,她封路挽华为贵妃 我转身便找了八个面首 皇后养面首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 前朝那帮老头子就跟疯了似的 让裴景深刺死我 裴景深却没什么反应 那官已经报给她,那八个面首,个个都长得像她 于是,她反而平静地劝起那帮老头子来 我当初迎娶皇后时,曾当着天下的面,对她许诺过,一生一世一双人 如今震厚爱婉贵妃,皇后对震有怨气 不过是找个由头发泄,不会出大乱子的 她闹这一出,不过是想看震吃味 如今震没反应,她自讨没去 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自己把他们遣散了 我的确在三个月后,遣散了这些面首 裴景深以为,这场风波就算结束了 但此刻,我看着裴景深,平静地说,我是真的爱梦兰 窗外闪电划过,映出裴景深失去血色的脸 她突然上前一步,抓住我的肩膀,声音盖过暴雨 陆迎华,你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你是朕的皇后,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孟兰是什么人?一个卑贱的质子 朕的皇后,为了一个卑贱的质子,连皇后之位都不要了 一门心思地想要寻死,如此划天下之大鸡的笑话 你觉得朕会相信吗?我笑了 我看着她,语气温柔,一字一顿地说 裴景深,你当初,也只是个卑贱的质子啊 裴景深愣住了,她松开了我 那一瞬,我看到她的眼眶骤然变得通红 我滴滴滴叹了口气 皇上,我们放过彼此吧 说完,我行了个礼,转身想要离去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股巨力 裴景深直接将我打横抱起,灌到床上 她撕开我的衣服,近乎凶狠地咬住了我的唇 放过你 她嘶哑含地说,陆迎华,当初是谁哭着求我做皇后的 如今你让我放过你 我拼力挣扎,然而根本不是裴景深的对手 于是我索性放弃了 我闭上眼睛,就当自己是死了 这具身体任凭裴景深摆弄 我不挣扎,裴景深却更加愤怒了 她像野兽一样撕咬亲吻 却在发现我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后 终于失去了兴致 松开了我,裴景深起身,粗重地喘息着 哑声笑了笑,很好,迎华,你很好 你想死就去死吧 只是就算是死,你也得死在这凤一宫里 说完,裴景深拂袖而去 百驾长乐宫 她去了陆婉华那里 据说那一日裴景深带着浓浓的怒气 陆婉华一个礼还没有行完 就被她抱起来扔到了床上 当夜,陆婉华惩宠多次 工人不停地用银盆往里端水 消息传来,我没有一丝波澜 只是坐在窗边赏画 画是孟兰留给我的 雪白的宣纸上只画了三片红色的颜料 孟兰说这叫踏雪寻眉图 我问她,雪呢? 她说,白的地方都是 我又问她,那眉呢? 她说,远远望去,看不真切 我身边的宫女骂她,大胆,竟敢如此糊弄皇后娘娘 她说,你看,皇后笑了 说明我糊弄得妙,糊弄得有功 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裴景深宠爱陆婉华 我虽然找了八个面手 但其实他们都对我尽若寒蝉,避免和我接触 毕竟这是裴景深的地盘 皇后找他们来,他们不敢不来 但谁都怕日后被皇帝清算 只有孟兰会主动跟我搭话 我在院子里触景伤情,独自流泪的时候 她会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对着我嘖嘖称奇,原来皇后哭的时候 也会流大鼻涕 一句话把我眼泪全憋回去了 她为了赔罪,自称要献丹青莫宝给我 然后就献了这么服偷工减料的踏雪寻眉图 献完之后还好意思讨赏 皇后娘娘这份莲蓉蛋黄酥还吃吗 不吃的话不如赏了我 我给了她,她第二日又来晃 皇后娘娘这份栗子枣泥饼还吃吗 不吃的话不如 第三日继续出现 皇后娘娘这份金丝燕窝粥 我不胜其烦,我吃 我没说不吃,就这样 我从日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 改为了赶在孟兰出现之前 赶紧把桌上能吃的东西都吃一吃 吃了饭,孟兰又拉着我出去逛 我拒绝,她也不坚持 只是第二天急匆匆地跑来 天呐,御花园出大事了 我从未见她脸色如此震惊 盲问,出了何事 她摇头,我不敢说 好奇心害死猫 我最后还是没忍住,赶到了御花园 结果那里什么也没有 孟兰也到了 我问她,到底出了何事 孟兰说,震惊 奴才瞧着 这千里池的鱼竟然比昨天少了一条 我,不可能 千里池之所以名为千里池 就在于其中的鲤鱼总会是一千条 少了多了都会有专门的内观进行增减 她说,是真的 不信娘娘数 我们数了一下午 最后也没数清楚到底有多少鱼 临走的时候 孟兰还说 娘娘,咱们明天下午再来接着数吧 我,滚 不得不说 孟兰的心机是奏效的 她成功地达成了让我好好吃饭 多晒太阳的目的 事实证明 这对于缓解人的抑郁情绪很有帮助 一起晒太阳的时候 我问过她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 毕竟其他滞留在秦国的质子 脸上总是愁云惨物 她说 秦国很好啊 阳光温暖 风景优美 还能守着我喜欢的人 但孟兰也没能一直守着我 她去了塞北 战死在班师回朝的最后一夜 她的副将 给我带回了一株风干的红梅 和一句话 孟将军让我对娘娘说 她会成为天上的一颗星星 继续守着娘娘 如今 我将那幅画和风干的红梅摆在一起 这是孟兰留给我的 最后的念想 裴景深连着好几日都没有来看我 但据说 在那一日泄愤式的恩宠后 她也没再去看陆婉华 我不急 陆婉华却是急了 一日清晨 我醒来时 发现孟兰留给我的画和红梅都不见了 工人告诉我 只有陆婉华身边的小宫女来过 我赶到长乐宫的时候 陆婉华正在梳洗 轻思微的 她淡淡地转眸望向我 皇后娘娘来了 她软声道 恕贫妾伺候皇上一夜 这几日腰酸的厉害 不能起身请安了 她想要刺激我 然而我的表情纹丝不动 把你偷的东西交出来 偷 陆婉华眼口笑了笑 皇后娘娘冤枉我了 我只是一心倾慕娘娘的书法单亲 所以请宫女去皇后娘娘的库房里找一找 让贫妾好照着学习 熟料 找到的却是这样 令人啼笑皆非的拙劣之作 她轻声道 这种东西只会玷污娘娘的库房 所以啊 她直指脚边的碳盆 我望过去 碳火中 话已经焚烧干净 梅花被烧的 只剩最后一点干枯的残质 那一瞬间 血直冲我的头顶 我冲向那碳盆 想把最后的花枝剪出来 火星蹦剑 烫伤了我的手 陆婉华的工人们冲上来 他们喊着皇后娘娘不可 然后死死拉住我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后的花枝 化为灰烬 梦兰留在这世上最后的痕迹 没有了 我直起身子 陆婉华来到了我身后 她用只有我和她能听到的声音 轻声道 七妹妹 你看 你总是这样 什么都护不住 你知道你那卑贱的生母 是怎么死的吗 我转过头去 望着她 她眼住嘴 叹了口气 她当时刚出月子 我母后让她伺候我洗脚 结果她倒的水有些热 烫了我一下 于是母后就让人 把整盆的开水浇到她身上 随后不许任何太医给她医治 一整夜才断气 可真是顽强呀 陆婉华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我骤然将整个探盆 扣在了她的身上 那是一盆上好的银丝细探 陆婉华的绫罗宫装 直接烧了起来 常乐宫内四下尖叫 工人们将茶壶和铜盆里的水泼 向陆婉华 一片混乱中 我听到太监奸细的喊声 皇上驾到 裴景深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陆婉华抢先扑了上去 她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烧伤的肌肤渗出血 裙子上染着大片的红 但她顾不得疼 只是抓着裴景深的衣摆 哭得几乎断气 皇上 皇后她要杀了臣妾 臣妾不过是不小心烧了两样旧物 皇后她就想要臣妾的命啊 裴景深垂眸 望着我 她的脸色彻骨冰寒 什么旧物 我听到她一字一顿地问 是那个燕国质子 陆婉华抢先一步要打 被我打断了 我抬眸望着裴景深 道 是燕国质子孟兰 留给臣妾的旧物 裴景深的胸口深深起伏 旁边的小太监想给她顺起 被她一脚踢开 皇后 她低声道 你在闹 朕便真的保不住你了 我不明白 裴景深 她素来是生杀与夺 不留情面的 我作为一个皇后 已经出格到如此地步 她为什么不杀我呢 她甚至上前一步 用只有我和她能听到的声音 低声道 迎华 你对朕服个软 今日之事 朕会对外说是你得了疯癫之症 我笑了 大殿之中我哈哈大笑 真的壮若疯癫 裴景深在我的笑声中 脸色愈发难看 梁九 我不笑了 我看着裴景深 一字一顿道 皇上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这么胆小的人 胆小道 你甚至至今都不敢接受 我是真的不爱你了的事实 裴景深的脸上血色欲湿 她后退一步 梁九 终于冷笑起来 陆迎华 你果真是疯了 只要朕愿意 天下的女子 哪个敢不爱朕 朕冲着一份旧情 宠你至今 却不想纵的你无法无天 既然如此 来人 皇后入室 屡犯大错 残害后非 极度无度 收回宝册凤印 包去皇后扶制 我笑眯眯地听着 脑海里 系统的电子音尖锐地想着 警报 警报 任务即将失败 也好 30天的冷静期 到底是没熬过去 最后还是靠裴景深亲手杀的我 在小太监上前包下我的外袍时 尖锐的剧痛自胸口传来 一口鲜血喷出 我倒了下去 那一瞬 我看到了裴景深无比慌乱的眼神 他冲上来 抱住我 似乎在吼着什么 而我已经听不见了 视线坠入昏黑 我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 天光正好 我环绕四周 按照系统的规则 脱离上个世界后 我会被安排前往下一个 于是我想看看 自己的新地方长什么样子 结果映入眼帘的 却是熟悉的丈连 还有裴景深的脸 那一瞬 我极度失望 裴景深没有看出我眼底的情绪 他死死将我固进怀里 叫着我的名字 但我没有死成 最后一瞬 裴景深收回了圣旨 此刻 他抱着我 低声喃喃 是真的 你说过 如果当不了皇后你就会死 是真的 迎华 你怎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我说不出话来 不知为何 这一次醒来 我极度虚弱 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 我不说话的样子 大概显得很温顺 裴景深和我之间 不再有剑拔弩张的氛围 他摸着我苍白到没有血色的脸 一遍遍冲我保证 迎华 你是朕的皇后 朕永远不会废你 裴景深守了我很多天 最后他实在支撑不住 被内官们劝着去休息了 我这才用嘶哑的嗓子 虚弱地吩咐宫女 刚刚那话 你们都听见了 宫人们高兴地眼眶都红了 他们握着我的手 连连点头 听见了 皇上说娘娘是他唯一的妻子 会一生一世带娘娘好 永远不会废后 我咽了一下带血的唾沫 嗯 把这话传到婉贵妃那里 啊 再让婉贵妃来看看本宫 陆婉华来了 他说 臣妾听闻娘娘生病 如今特来探望 我笑了笑 挥退其他工人 大殿内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说 三姐姐 你我之间 就不用说这种客套话了 昏暗的烛火悠悠 照亮了陆婉华的脸 她是美帝 她的母亲赵王后 曾被赞为七国第一美人 而陆婉华的美貌 甚至游在她母亲之上 怀艳而又妩媚 如一颗灼灼的明珠 所有蒸伐天下的男人 都会想要征服这样一个女人 裴景深 她也没有过这道美人观 我轻声道 三姐姐 你想当皇后 对吧 陆婉华看着我 这里没有旁人 她终于不在 假母假式的虔诚嫔妾不敢 而是直视着我 昂然道 当然 陆盈华 你知道吗 当年七国的公子 人人都想娶我母亲 是父王他许诺 一生一世一双人 彩虹的母亲嫁给了他 可是后来呢 母亲年老色衰了 父王纳了那样多的妃子 连你生母 那样一个卑贱至极的洗脚婢女 也能爬上她的床 生下你这样的贱种 那时候 我对母亲说 不要怕 这些贱种争不过我 我会嫁给天下之主 成为这世间最尊贵的女人 可是现在呢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贱种 成为我的主子 你是裴景深的妻子 我是什么 是妾 是奴才 陆盈华 你知不知道 每一次给你行礼 我都想要杀了你 我静静地听着 转头 用哭稿的眼睛望着他 三姐姐 可是你也听见了 只要我活着 裴景深就不会废后呢 你要一辈子给我扣头 连带着你母亲的那份 给那个被你们残忍杀害的洗脚臂 和她的孩子扣头 扣到死为止 陆婉华双目星红 她紧握着双手 指甲几乎欠尽掌心 她是天生高贵的嫡公主 侮辱她 比将探盆扣在她身上 还要令她难受 我知道 我的目的达到了 陆婉华 不是会对命运坐以待毙的女人 她会做些什么的 而我只需要等待 裴景深每天都来看我 她没有废后 我没有立刻被系统抹杀 然而还是日复一日的衰弱下去 我咳的血越来越多 吃不下东西 太医向裴景深禀告 娘娘这是多年前落下的咳疾 如今又严重了 裴景深的脸色突然变白 她想起来了 早年间 我身为一个不受宠的公主 为了护住裴景深 不得不想尽办法讨父王欢心 父王感染风寒时 我跪在雪地里祈福 又在太医提出 以血为药引时 立刻划破自己的手腕 如此种种 总算患得父王的一点怜悯 护住了裴景深 但也因此落下了病根 只要天气变化 我就会咳嗽 日子久了 更是开始咳血 太医说 此病在中原无药可解 只传言塞北有民间偏方 可以根治此病 裴景深立刻决定带我去塞北 裴景深这一生 对所有东西都势在必得 她认定 等到了北国 找到治疗可血症的药 就能治好我的病 然后我们能像过去那样恩爱 去塞北的马车上 她对我说 盈华 朕会好好补偿你 我们重新开始 我脸上带着微笑 看着车窗外的阳光 我病得厉害 太医叫我尽量少开口说话 裴景深便握着我的手 不断地对我说 她说 等治好了病 我们还像过去那样 她说 别再跟朕赌气 她说 盈华 你不知道 朕最近又犯了梦魇的毛病 裴景深年少时总是做噩梦 梦见自己被杀死 醒来时总是一身冷汗 那时我必须整夜地抱着她 她才能和上演继续睡去 后来她回了秦国 当了皇帝 便不再做噩梦了 没想到如今又犯了旧病 我淡淡道 皇上已是天下霸主 不必再有任何忧虑 她像是没听见我的话 失神的喃喃 朕梦见你在前面走 朕怎么都追不上 叫你的名字 你也不回头 朕每次醒来时 都是一身冷汗 她握住我的手 想从我的手心得到一点温暖 盈华 答应朕 别丢下朕一个人 我微笑 点头 好 裴景深终于安心了 她睡着了 眉眼微动 应当是一场好梦 我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很好 离赛北更近了 陆婉华的马车追上来时 我并没有太惊讶 她的伤还没好 楚楚可怜地强撑着跪下 臣妾实在思念皇上 所以千里迢迢地追上 求皇上带臣妾一起去赛北 裴景深转头 她在看我的脸色 陆婉华立刻转过来 给我磕头 臣妾之前与皇后有嫌隙 都是臣妾的错 求皇后娘娘 看在臣妾怀着身孕的份上 饶恕臣妾吧 我不动声色地算算日子 啊 是那天 裴景深对我求欢不成 去了陆婉华的常乐宫 他们一夜翻云覆雨 情浓难溢 裴景深拉住我的手 她的手竟然比我的还凉 迎华 那一夜 我是将她当作了你 如果你不愿意她跟着 我这就叫人送她回去 我微笑 没什么不愿意的 路途颠簸 晚贵飞幼 怀着皇寺 与其原路返回 不如一同看看赛北好风光 陆婉华泪眼盈盈的谢恩 裴景深也松了口气 如此温和柔顺的我 大概又很像她记忆中 那个柔软的七公主了 当晚 裴景深宿在我身边 她几乎每晚都与我同寝 我生着病 无法侍寝 她也巴巴地来守着我 她从背后抱着我 把下巴埋在我的颈窝 迎华 我们始终是相爱的 对不对 只是有些时候 会片刻地走入岔路 比如婉华之余阵 孟兰之余你 我看着窗外的夜色 不反驳 她当我是默认了 把我搂得更紧 孟兰和朕 很像吧 她没有见过孟兰 又或许是见过的 但质子们太多了 裴景深日理万机 记不住每张脸 她不等我回答 轻声道 朕知道 你愿朕没有一心一意守着你 但是孟兰 她不也是抛下你打仗去了吗 男人在这个世上 总是想要建功立业的 等建立了功业 就再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 你觉得孟兰好 但孟兰不过是下一个阵 等她用战功换了地位与尊容 她一样会纳窃的 裴景深终于睡着了 她在睡觉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迎华 朕原谅你 你也原谅朕 我们都从岔道上回来 这条路上 从事始终 只有朕和你 月色很明亮 我和裴景深 都没能睡太久 后半夜 外面响起喧闹声 是陆婉华的宫女 在外面哭叫 皇上 求您去看看贵妃娘娘吧 裴景深坐起来 夜色浓郁 我看不清她的神色 我淡淡地笑了笑 去吧 她毕竟 怀着你的孩子 裴景深走了 工人走进来 为我披衣 她低声道 皇上安抚完贵妃 大概还会回来 我笑了笑 皇上不会回来了 陆婉华 置办了催情的香料 而裴景深 她对陆婉华 到底是有情的 你们都回去睡吧 不必守夜了 千里奔波 工人们也都累了 我体恤他们 他们便也都去小气 我看着这些服侍我多年的人 在心里做了告别 然后于星夜之下 一人一马 飞奔前行 只剩最后的一点路了 我要自己走完 孟兰 我终于来见你了 我在日出十分 登上了情人牙 这地方 孟兰在信里给我描述过 她有两个高峰 中间只隔着一丈远 然而这一丈内 却是万丈深渊 两个高峰之间 以一道小小木桥相连 孟兰说 她在桥上系了两把长命锁 一把是我的 一把是她的 保佑我们都长命百岁 而木桥通向的高峰奇险无比 四面都是断崖 然而断崖之上 却有一株红梅绽放如火 她给我折下的梅花 就是从这株梅树上索取 如今 我站在木桥上 取下了两把长命锁 将它们放在我心口的位置 然后 我来到了梅树下 梅花灼灼盛放 映着冰雪 天地为之失色 此生能见如此美景 也算不枉 远远的 我看到山下有车队到了 裴景深赶来了 她被陆婉华用了药 天光大亮时才清醒 然后就发现 我不见了 此刻 裴景深冲上山顶 然后她就发现 我坐于梅树旁的断崖上 而那道唯一能连同我们的木桥 被我砍断了 裴景深与我之间 只有一丈的距离 然而她跨不过来 迎华 危险 裴景深费力地伸出手 我就坐在崖边 仿佛一阵风吹来 我就会如梅花瓣一样 被吹落山间 把手给朕 朕带你 你是不是怨朕 怨朕又去了婉贵妃那里 朕废了婉贵妃好不好 迎华 只要你下来 你拉住朕的手 迎华 算朕求你 你快拉住朕的手 我坐在梅树下 只是淡淡地朝裴景深笑 我说 皇上 你看 这两座山峰 像不像你与我之间的关系 中间看似只隔着一丈远 几乎触手可及 但其实已经隔着千山万鹤 万丈深渊 裴景深愣住了 我轻轻抚了 抚圣放的梅花 有些问题的答案 如今总算可以告诉皇上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 认认真真的说 裴景深 孟兰和你 一点都不像 那一瞬间 雪光映着裴景深的面孔 她的脸失去血色 几乎比雪还白 你们都是质子 可裴景深 你是万年的冰窟 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去填 怎么也填不满 孟兰 她是太阳 无论她离我多遥远 都能将春光洒落在我身上 裴景深的眼眶红了 她下意识地想要 制止我继续说下去 所以 你明白了吗 裴景深 孟兰与我而言 从来都不是岔路 我顿了顿 她是我新的航项 还有 她也不是第二个你 她来塞北 不是为了建功立业 而是为了帮我找药 那么多年里 裴景深知道 我有可血的毛病 可似乎只要太医定时 给我诊脉 她就安心了 能继续去路婉华那里 享受她的婉转成欢 而孟兰 我每咳一次 她的眉就会皱一次 心就会疼一次 所以 她自请来了边塞 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去找北国的秘方药 我早就想好了 她若是能找到 能平安归来 我就作为你的皇后继续苟活 为了不被抹杀 继续去争取斗 只要能留在这个有她的世界 如果她没能平安回来 那我就陪她一起死 如今 裴景深 你也看到了 结局已定 我站起身 受风吹来 我摇摇欲坠 裴景深扑了上来 那一瞬 她似乎要不顾性命地越过山崖 来阻止我 又或者随着我一同坠下 然而她周围的内官们 拼命拦住了她 于是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坠落 月下的那一刻 我听到耳边有系统的声音 申请已批准 允许宿主脱离世界 原来是那三十天的冷静期 如今终于到期了 山间的云海之中 我的身体骤然消散 如同化为雾气 灵魂仍然残存 看着这浩渺的冰川雪地 孟兰 孟兰 千万个世界 我该去哪个找你 但是没关系 你说过 你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那只要我循着星光 一路向前 我们就一定有重逢的那天 恍惚间 我似乎看到了孟兰 我坐在宫墙的深处 而她仙衣怒马 出现在我面前 我来接你咯 我随着孟兰 一同穿过长长的巷子 巷子中 有个眉眼阴影的少年 俊美而又孤僻 雨水淋在她的身上 她浑身湿透 被鞭子抽打过的伤口 看着触目惊心 她看着我 叫我七公主 有一瞬 我想要救她 但下一瞬 我想起什么 收回了手 你日后会大有所为的 这一次 我们就不要认识了 转身 我牵住孟兰的手 再不回顾 裴景深没有找到 迎华的尸体 她就这么消失了 她离开后 裴景深晚上总是看天空 她记得迎华说过梦话 她在梦里喃喃 说人死后 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可此刻 裴景深抬头 天上没有多出来 任何一颗星星 她似乎没有在这个世间停留 也不会再守护她 裴景深只能努力寻找一点 她留下的痕迹 她真的找到了 在赵国都城的佛寺里 她找到了迎华 为她求的平安福 那时候她还是个质子 朝不保夕 迎华是出身低微的小公主 每天变着法子讨父王欢心 这样才有能力保护她 她求了平安福给她 福纸上面写着 裴景深和陆迎华都要平平安安 平安福藏在佛寺的石砖里 裴景深找到的时候 已经被许多重铸了 裴景深很珍惜地 将那个平安福捧在手里 拿下山去 然而实在是太多年了 东西已经陈旧 下山的时候 那个福自己碎了 下人们看到喜怒不形于色的天下之主 突然失声痛哭 他想要拼好那个福 然而泛黄的纸已经脆了 越努力越是碎如粉末 后来裴景深踏平了赵国 他依稀记得 迎华很怕赵王和王后 但此刻 那两个人匍匐在他脚下 像两只老鼠一样瑟瑟发抖 他找来了赵王公的旧人 问他们 当初七公主受过什么样的罚 然后加倍还在这两个人身上 受了刑的赵王和王后 被投入了大牢 没有医治 没过多久就死了 他们死后不久 在冷宫里住了很久的陆婉华 求见皇帝 陆婉华受了很多折磨 他出现的时候 已经掉光了 原因很简单 裴景深让人在他的饮食里下了毒 和陆婉华给迎华下的毒一模一样 裴景深是在迎华死后 才查到 他的饮食里有陆婉华下的毒 迎华之所以咳血症会越来越严重 整个太医院之所以明知他中了毒却不告知 都是因为 那个下毒的人是陆婉华 他最宠爱的婉贵妃 裴景深向是找到了出气口 他将陆婉华打入冷宫 一日三餐投喂毒药 让他尝尝迎华受过的苦 现如今 陆婉华同样身中剧毒 他面色灰白 在裴景深面前 盈盈拜倒 看姿势 他仍然是那个第一美人 只是这一次 陆婉华没撒娇 脸色冰冷而又平静 他知道 裴景深不会放过自己了 因此 他放弃了所有 产妹讨好的心机手段 昂着头 近乎是轻蔑地打量着裴景深 皇上的脸色真是难看 看来近日里过得痛苦万分呢 看着皇上比臣妾还要痛苦 臣妾这心里 竟然好受了许多 陆婉华笑了笑 裴景深 你是真的爱他 当年我就瞧出来了 对我这个第一美人 你连正眼都不看 目光却落在陆英华身上 他那个时候 瘦得跟个猫崽子一样 你爱他什么 同病相怜吗 陆婉华抚摸着自己 已经不再光泽的长发 柔声道 你爱他 可你什么都想要 你想和他相知相爱相守 又想在我这里 体验英雄征伐的快感 可是裴景深 你人不是国家 不是你率兵闯入 就会沉浮于你的脚下 你吞并了六国 但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女人 我嘴上说爱你 事实上只想做皇后 而陆婉华 他嘴上说着想做皇后 事实上真的爱过你 陆婉华大笑起来 你看 故事的最后 陆婉华得到过爱情 而我得到过权势 只有你 裴景深 你太贪了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陆婉华被押回了冷宫 这个交金的七国第一美人 挂上白铃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宫里愈发空荡了 裴景深很不愿回来 他怕看到凤一公 怕看到千里池 于是他将时间 都用在四处征战 也许是试杀的缘故 他梦里总是 梦见战场上死去的亡灵 他希望 迎华可以入他的梦 但他一次也没来过 他明明答应了 绝不会丢下他 但却是骗他的 就像他也曾许诺 他一生一世一双人 随后也没能做到 裴景深开始频繁地 头痛发作 最痛的时候 他生生咬碎了一颗牙齿 他一来诊治 束手无策 裴景深想起来了 在他少年的时候 头也是会痛的 那时候 迎华会帮他按摩 轻轻柔柔的小手 从太阳穴一路按摩到后颈 他的头便不再痛了 可现在 迎华不在了 他只能继续痛下去 后来 裴景深实在痛得受不了 他无法入睡 往往刚刚有睡意 又被痛醒 他就是在这时 遇到了系统 2 系统告诉裴景深 他现在在另一个世界 你想去见他一面吗 当然 是有代价的 代价是灰飞烟灭 裴景深答应了 他终于见到了迎华 在北方的一处小屋里 外面下着雪 里面稍着暖炉 热意融融 裴景深站在雪里 透过窗户 他看见了迎华 他一点都没变 像只小猫 笑起来时有两个清甜的梨窝 不是最美的 却如同旧熟 他弯着腰 在做糕点 似乎是第一次做 被烫了一下 裴景深心疼极了 他想进去 握住他的手 然而还没有等他迈步 屋里已经有个人揽住了迎华 那是个很好看的年轻人 眉间仿佛洒满阳光 他和裴景深一样 见眉心目 身材高大 但任何人都绝不会说 这两个人长得像 那年轻人 就如阳春三月的日光一样 整个室内 似乎都被他带得明亮 烫着了 夫君给你吹吹 我左吹 我右吹 我上吹下吹来回吹 怎么样 好点没 迎华笑起来 裴景深失神地想 他真是好多年 没见他这么笑过了 年轻人帮迎华的手涂上膏药 迎华把蒸好的糕点端给他 年轻人尝了一口 表情有一瞬的猙獰 但随即满脸对笑 好吃 迎华半信半疑 在年轻人拦住他之前 自己也掰了一块塞进嘴里 迎华 哦哦 他连灌了三杯茶水 表情痛苦 这么难吃 你怎么咽下去的 年轻人笑嘻嘻的 既然点心难吃 那厨子总得受点惩罚吧 你想干什么 孟兰 你又搁置我 迎华也反过来 搁置孟兰 两个人嬉闹到一处 原来他不想当皇后 他真正想当的 是心爱之人的妻子 这是裴景深最后一个想法 下一瞬 北风吹来 他的灵魂散入了风里 再寻不到痕迹 迎华回过头 望向窗外 刚刚 他似乎感到 窗外有人注视他 但此刻窗外 只有漫天的雪飘落 瑞雪照封年 真是个好照头 他抱住孟兰 由衷幸福地想着 窗外 雪夜如墨 不见星光 不过没关系 这一次 他已经被星星抱在怀中 对